奶牛乳房炎造成奶农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如何防治这一疾病已经成为了关乎一些乳品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今天的农广天地带您走出困境教您怎样综合防治奶牛乳房炎 传播农业科技精英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作为奶牛养殖户们来说奶牛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是他的心头肉 特别是奶牛的健康状况更是奶农每天关注的焦点 尽管每位养殖户都会无微不至的去呵护他的奶牛 可是有一种病还是让养殖户们防不胜防 这就是奶牛乳房炎 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来到了阳城广州走进广州市奶牛研究所 去详细的了解这个病 以及如何对它进行综合的防治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奶牛乳房炎 奶牛乳房炎是奶牛乳腺组织的炎症 它的发生与病原微生物 奶牛自身因素 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 及遗传因素等密切相关 是奶牛最常见 也是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那么奶牛为什么容易得乳房炎呢 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先来简要了解一下 奶牛乳房的结构 正常情况下 奶牛乳房由四个乳区组成 四个乳区分别有四个乳头 每个区包括乳腺分泌细胞 腺泡 乳导管 乳池等 乳头包括乳头扩约基 乳头管等 乳头扩约基分布在乳头管顶端的周围 它对乳头管起到一个开关闭合的作用 当乳头扩约基收缩时 乳头管成关闭状态 当乳头扩约基张开时 乳头管也随之张开 开始分泌乳汁 乳头扩约基除了控制乳汁排出外 还有防止病原体侵入的作用 乳头管是乳汁分泌的通道 也就是说乳汁可以通过乳头管输送到奶牛的体外 同时乳头管内有皱群细胞 可产生抑菌分泌物 有杀死病原体的作用 是防止病原体侵入的第二道屏障 分泌细胞则是奶牛乳汁的合成场所 功能作用是从血液中摄取营养物质合成乳汁 接着将乳汁排到每个线泡的空腔中 然后再经过小的乳导管 将乳汁排到乳汁中 那么病原体是如何一步步的侵入 并导致乳腺发炎的呢 当乳头扩约基受到损害时 它的开关作用就会失灵 奶牛就会出现漏奶 也容易导致病原体趁虚而入 病原体首先从乳头扩约基入侵 然后经过乳头管到达大乳池 沿大大小小的乳导管 侵犯分泌细胞的线泡 接着再侵犯分泌细胞 引起乳腺发炎 造成局部的硬肿等症状 而引起奶牛乳方炎 病原体 主要包括真菌 病毒 支援体 根据病原的来源和传播方式 可以分为接触传染性病原体和环境性病原体两类 接触传染性病原体主要包括 乳乳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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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链链���� 传染性致病菌的危害比较大 感染后即使本身不发病也会形成传染源 因此对于这种传染性病原菌 应当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控制传染源减少感染机会 尤其应注意切断感染途径 环境性病原体主要包括 大肠杆菌、沙门式菌等 主要通过牛体、垫草、粪便、泥土等传播而感染 环境性致病菌主要存在于周围环境中 不能完全消灭 当奶牛的抵抗能力降低时 就能被感染导致发生隐性乳房炎 知道了奶牛得病的内因 我们再来了解一些诱发疾病的外因 外因有很多 体型、年龄、挤奶设备以及季节等因素 哪一方面没有考虑周全 都有可能会诱发奶牛得病 具有旋垂乳房的奶牛 容易引起乳房的损伤和患乳房炎 这些乳房的乳头更接近于地面及其他病原菌 相比之下 乳房较小 比较结实的奶牛得乳房炎的几率会少一些 乳头的任何损伤将影响乳头扩约剂的闭合 可暂时的或永久的使细菌有机会进入乳房 然而即使乳头没有损伤 仍有可能发生乳房炎 奶牛乳房炎发生率将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奶牛每经过一个密乳期 乳头扩约剂会越来越松弛 同时它的闭合灵敏度降低 另外 乳头管也会随之扩大 这样就使得更多的病原体能进入乳房 而导致奶牛乳房炎的发生率上升 在密乳期的任何时期 细菌均可进入乳房 但最常见的时期为密乳的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以及甘奶早期 第一二个密乳月时 产奶量达到最高 奶牛采食量增加 乳房负担大 乳房炎的发生率增高 奶牛接近密乳期结束时 由于长期积奶 乳头管开放程度提高 外界病原菌容易侵入乳房 使用积奶工具不合理和违反积奶操作规程 节拍过快或过慢 真空度过大 手工挤奶的方法不正规等 使奶牛乳头粘膜上皮发生破裂 以及乳房卖伤等 而被病原微生物入侵 几个国家的研究表明 在夏季 奶牛临床性乳房炎的发病率大为增加 这是由于夏季炎热 潮湿 卫生较差 下雨 运动场泥泞 而引起乳房炎发病率上升 奶牛饲料中 维生素A E和微量元素C的缺少 可导致乳房炎发病率的大大增加 四位过多的精料影响粗纤维的采食量 这将导致奶牛代谢紊乱 并进一步使奶牛对乳房炎的易感性增加 奶牛乳房炎的发生 与牛舍的建筑也有一定关系 冲锋状况及卫生条件 会影响奶牛乳房炎的发病率 总之 引起奶牛乳房炎的因素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多重性的 在诊断时应全面考虑 一般诊断奶牛乳房炎 可分为实验室诊断和临床诊断两种 实验证明 牛奶中的体细胞数量 可以反映奶牛的健康状况 牛奶中的体细胞有两个来源 一是来自乳腺分泌组织中的上皮细胞 也叫腺细胞 二是来自与炎症进行搏斗时而死亡的白血细胞 腺细胞是正常的体细胞 是乳腺进行新陈代谢过程的产物 在牛奶中的含量相对恒定 而白血细胞是一种防卫细胞 可以杀灭感染乳腺的病菌 当乳腺发炎了 就会产生更多的白血细胞来杀灭这些病菌 修复损伤的组织 因此白血细胞在牛奶中的数量 随奶牛的生理状态和健康水平有很大变化 一般情况下 牛奶中正常的体细胞为每毫升20万个 如果体细胞数量超过每毫升25至30万个 增加的体细胞数量 也就是新增的白血细胞数量 白血细胞数量增加了 这说明乳腺已被细菌感染 乳房开始发炎了 接着让我们走进广州市奶牛研究所的实验室 去看看仅仅通过对一杯牛奶体细胞的检测 就可以判定一头奶牛是否患有乳房炎 我们看到了一台DHI奶牛综合测定仪 牛奶中的体细胞数量和牛奶的成分等 可以通过这台仪器自动检测出来 进行检测时 先准备好采样瓶 一个采样瓶对应一头奶牛 将采样瓶放到综合测定仪的传送带上 进行全封闭自动检测 接着在一期末端的电脑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检测结果了 乳房炎按照临床表现可以分为临床型乳房炎和隐性乳房炎 临床型又可以分为重度临床 轻度临床和慢性三种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明显特征 在治疗的时候需要仔细的观察 对症下药 当发现奶牛患重度临床乳房炎后 应立即将其隔离 并先将隔离区进行清洗消毒 然后对病牛采用全身治疗 首先将病牛的乳汁挤干净 对乳区注射盐酸林可霉醋乳房注入剂 一次注射一支 一日两次连用两到三天 同时静脉注射养浮沙星注射液 用量为每千克体重奶牛 0.02至0.05毫升 复防滤化钠注射液 1000至3000毫升 一天一次 三到五天为一个疗程 浸奶期为七天 奶牛患清度临床乳房炎后 一般没有全身症状 最明显的是乳汁中有絮片 凝块并呈水样 乳房有轻微发热 肿胀和疼痛 发现后也应当立即隔离病牛 并对其进行治疗 首先将病牛的乳汁挤干净 盐酸林可霉醋乳房注入剂 注入患病乳区 一次注射一支 一日两次 连用两到三天 浸奶期为七天 奶牛慢性乳房炎多由长时间持续感染引起 或由于重度乳房炎为及时进行 有效治疗转化而成 长期保持轻度临床型乳房炎 或轻度临床型和重度临床型交替出现 临床症状长期存在 最终可导致乳腺组织纤维化 乳房萎缩 出现凝结 患病乳区弹性降低 僵硬 触针乳房时 可发现有大小不同的硬块 密乳量显著减少 乳汁中混有粒状或絮状凝块 乳汁稀薄 清淡或不同程度的发黄 这类乳房炎治疗价值不大 而且是牛群中的感染源 应及早淘汰 患有隐性乳房炎的奶牛 没有临床症状和肉眼可见的乳汁变化 但乳汁理化性质发生变化 乳汁体细胞数增加 隐性乳房炎患牛使病原携带者 可以感染其他健康牛 由于隐性乳房炎 因外表没有明显的临床变化 容易被忽视 常常引起更大的经济损失 从而也会引起健康牛感染的危险 虽然患牛的乳房和乳汁肉眼观察没有异常 但我们可以用化学或者物理的方法 检测出乳汁的异常变化 比如CMT检测法就是国际通用的隐性乳房炎诊断方法 它的特点是简便快速准确 CMT检测法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的一种乳房炎检测试验的简称 它是通过间接测定牛奶中体细胞数量来诊断隐性乳房炎的方法 CMT检测时 先用0.1%新基尔灭液体浸湿的毛巾擦拭乳房 再用70%的酒精棉球擦拭乳房 采样时将开始挤出来的第一至二把牛奶粥调 将四个乳区的乳汁分别挤入检验盘中的四个检验米中 这时我们观察四个检验米的牛奶 用肉眼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 然后用定量的加液瓶分别加入等量的CMT检测液 随即放平检验盘 并不停地旋转摇动 使湿剂和乳汁充分混合 10-30分钟后观察结果 发现有一个检验米中的乳汁变得比较浓稠 微成胶状 倾斜检验盘时 沉淀物明显粘附于敏底而难于流动 再结合这桶奶牛产奶量 有逐渐降低的记录 则可初步诊断 这桶奶牛患有隐性乳房炎 奶牛隐性乳房炎不表现临床症状 这些致病菌的存在 极易因外界条件和奶牛自身的抵抗能力的变化 而发展成为临床型乳房炎 如果发现奶牛患有隐性乳房炎 应立即治疗 可进行颈部注射 用头包塞浮晶体注射液 每头奶牛一次注射20毫升 注射一次即可痊愈 头包塞浮晶体注射液属于低残留受药 奶牛注射后 残留浓度低于国家规定最高残留限量值 因此对密乳气奶牛注射头包塞浮晶体注射液 没有气奶气 也就是说气奶气为零 然后把患有隐性乳房炎的奶牛 拉至隔离区进行隔离 奶牛轻度临床和隐性乳房炎 最明显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用肉眼观察 从外表看不出奶牛的乳区有什么症状 和健康奶牛的乳区看着没有什么两样 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 前者挤出来的牛奶用肉眼看 有明显的块状或絮状等 而后者则用肉眼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正常 在奶牛的日常饲养管理中 养殖户要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 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 执行正确的挤奶程序 以减少奶牛乳房炎的发生 有效的减少和控制奶牛生产环境中 病原微生物的数量 是预防奶牛乳房炎的关键 卫生较差的环境 是微生物繁殖的场所 也是隐形乳房炎感染的重要途径 因此保持环境卫生 是减少环境性病原微生物的 最重要的措施 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防止细菌的繁殖是预防的关键 乳头管是传染性病原微生物 侵入的主要渠道 而牛体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细菌 夏季可用喷林的方法清洗掉大部分细菌 但其他季节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 药育乳头 可靠的乳头药育 大约能减少50%至90%乳房炎的发病率 乳头药育时将装油点肝油混合溶液的药育杯 每一个乳头浸泡一至两秒钟 使每一个乳头充分占满药液 这样可以有效阻止病原体从乳头入侵 对较大的乳房 特别是下垂的乳房 要注意保护 免受外伤 尤其是每年7月、8月、9月份时 温度高、湿度大 病原微生物繁殖能力增强 牛脂感染机会增加 这时更应做好奶牛乳房的清洗消毒工作 建立稳定的训练有素的挤奶员队伍 提高执行挤奶操作规程的自觉性 挤奶人员要温和地对待蜜乳牛 挤奶时奶牛乳头部分的神经末梢 才能受到良性刺激 促使脑垂体释放催产素 催产素才能促使乳汁排出 挤奶前 先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 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 一旦发现有这些症状 就要对它进行隔离 不能让它参加挤奶了 挤奶前 挤奶员的手和奶牛乳头 要清洗消毒 挤奶前 用0.1%的高蒙酸钾或0.1%的辛吉尔面溶液 擦洗浸泡乳头30秒钟 然后用单独的消毒毛巾或纸巾擦干 清洗乳头时 应注意洗的面积不要太大 以免上部的脏物随流而下 集中到乳头 增加了乳房感染的机会 挤奶时 即使用目测的方法 观察牛奶是否正常 及时发现问题奶 即使这些漏网之牛 混进了正常挤奶牛的队伍中 也逃脱不了工作人员的火眼金睛 可谓是牛网灰灰疏而不漏 等这波牛全部挤完了 再把它单独牵到一边 进行隔离 检查结束后 及时套上挤奶杯组 泡杯过程中 尽量避免空气进入杯组中 奶牛从进入积奶厅 到套上奶杯的时间 应控制在90秒内 积奶过程中 观察真空稳定情况 和积奶杯的奶流情况 适当调整积奶杯的位置 排入接近结束 先关闭真空 再自动移走积奶杯 严禁下压积奶机 避免过度积奶 积奶后 要立即进行乳头药浴 封闭乳头 因为挤完奶15秒后 乳头扩约机才能关闭乳头管的开口 在这15秒钟内 张开的乳头孔 极易受到环境性病原菌的侵袭 做好下防鼠 冬保温工作 减少应激反应 使牛生活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 合理的饲料搭配和营养 可保持奶牛的整体健康水平 增强抵抗力 根据奶牛的营养需要 执行规范化饲养 各生产阶段 精粗饲料搭配合理 全面供应 增加氢氯氯氯度料的四维量 以奶定料 维持机体最佳生理机能 听入后 要随时观察乳房 发现异常 应立即处理 在甘奶期 每头奶牛 每天供应1.0克维生素E 和每公斤日量 不超过0.3毫克的锡 在甘奶后期 应适当增加精料的四维量 为减轻乳房水肿 要适当控制盐的摄入量 和多汁饲料的胃量 通过注射奶牛乳房 多价灭活疫苗 可以提高奶牛机体 对葡萄球菌 打肠杆菌 练球菌的免疫力 免疫期为 一个秘乳期 进行三次免疫 每次在奶牛颈部皮下 注射三毫升 怀孕母牛产前两个月 进行首次免疫 间隔三十天 进行二次免疫 产后七十二小时内 进行第三次免疫 综上所述 奶牛乳房炎的防雨质 是一个综合的工程 应该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把损失降到最低 最好可以做到 奶牛日常管理当中的 早期科学预防 这样可以在养殖奶牛 生产当中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您的付出 也会换来应有的回报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想了解栏目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收看 再会